大家好,我是馬克,我們在珍州CBD,我們來看看這家超市有什麼東西。 我們來看看這家超市有什麼進口食品,然後讓我們看看,走吧! 很多外國人最喜歡進口食品,所以讓我們看看我們可以找什麼。 這裡我們有一些咖啡,然後這個品牌我覺得是外國的品牌。 然後讓我檢查一下,讓我檢查一下。 這是中國製造,所以這不是進口食品。 所以讓我們看看他們還有什麼。 然後這裡我們知道很多很多牛奶。 然後這個牛奶看起來是德國的食品。 然後這個也是。 然後這個也是。 你看,你看,他們寫Made in Germany,德國。 所以我們覺得這是德國食品。 所以這是進口食品。 然後這裡我們知道一些巧克力。 有些是中國的,有些是進口的。 所以讓我們看看。 所以讓我們看看。 這是Ferrero。 Ferrero collection。 這個就是進口的食品。 然後這個也是。 Raphaella。 我覺得這是意大利的。 意大利的進口的食品。 然後這裡也是。 Kinder。 然後這裡我們有很多很多口香糖。 然後有一些是進口的。 有一些不是。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進口的。 這個也是。 啊! 這個也是Mentos。 然後價格也可以。 不錯。 不太貴。 然後不便宜。 不錯。 然後這裡我們有很多飲料。 我們有水。 然後這是法國的水。 法國的水。 你看。 然後這裡我們有很多很多水。 然後鍋子。 然後這都是中國的製造。 然後這裡。 這裡我們有飲料南洋。 然後這都是中國的製造。 然後這裡我們有薯條。 然後我覺得這是中國的製造。 然後這裡我們有薯條。 然後我覺得都是中國的製造。 然後這裡我們有薯條。 然後這個我覺得,我覺得,我找到了一個進口的,我覺得就是這個品牌,類似,然後其他的,其他的食條都是中國的職業,所以我們不可能找到進口的食品 所以讓我給你這家超市的看法,我覺得不錯,非常好,很多有趣的東西,然後喜歡視頻,訂閱頻道,我們下期再見,拜拜!